有一个经常看我频道的小妹妹留言就问 她说美国讨厌苏联 后来苏联解体了 美国依然讨厌俄罗斯 美国讨厌社会主义国家越南 现在越南依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却不那么讨厌现在的越南 这是为什么 美国究竟害怕的是什么 她还说 她的老师跟她讲了 如果有一天中国解体了 我想大概率美国也同样不会放过解体后的中国 也许我们连给美国人跪下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小妹妹就问我 她老师讲的是不是事实 我今天就来系统性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像我这个岁数的人 从小都听过一句话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我小时候觉得这句话就是老电影里面的台词 年轻的时候觉得这句话就是一句宣传 而到了现在 我想经历过18年贸易战 19年香港 20年的新冠 各位观众们应该都能深刻的体会到 什么叫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吧 那为什么帝国主义要亡我们呢 咱们再来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1953年的时候 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当时中国的GDP只有不到800亿 到了1980年我们的GDP达到了4000亿 到了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亿 记住这个年份1986年突破1万亿 到了2000年突破10万亿 而到了2006年突破20万亿 到了2010年我们超越了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 到了202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万亿 从1986年的1万亿到2020年的100万亿 足足翻了100倍啊 而这一切啊我们仅仅用了34年而已 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大家要知道啊 在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 我们呀是从一个破败分裂贫困愚昧的旧中国 靠着党的领导仅仅用了70年的时间 就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 就连美国现在都如此的忌惮我们 1980年的8月份啊 国务院批准成立深圳特区的时候 当时啊没有钱 邓小平批示说你们去搞杀出一条血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当时深圳的经济总量啊 是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而现在呢深圳早早就超越了香港 1980年深圳的GDP啊 是2.7亿人民币 到了2019年直接变成了2.7万亿人民币 如果什么是人类奇迹 看看深圳 这就是人类的奇迹 2019年的1月份 任正非在华为上海研究所说 我们要在科研方面杀出一条血路 结果啊 外国媒体都怎么报道的呢 泰伍时报就说了啊 华为的创始人对西方宣战 澳洲的美日电讯就说 华为威胁要让西方血流成河 华尔街日报直接就说 华为边冲边杀 让鲜血染红我们的道路 当年邓小平说出一句杀出一条血路 西方有人搭理你吗 没有 而任正非说出在科研方面杀出一条血路 你看看西方媒体吓得 为什么 在美国人的心里 还有那些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白人老爷眼里 你中国就是一个做袜子 做儿童玩具 做圣诞年装饰的国家 你竟敢搞5G 敢搞人工智能 敢搞工业4.0 搞中国制造2025 在他们的眼里 你怎么呸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一神教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 在美国精英阶层 美国是上帝的子民 是山巅之城 是应许之地 任何一个国家想超越美国 在美国人的眼里 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如果中国宣布放弃高科技 放弃5G 放弃高端制造 放弃科技创新 以后承诺只给美国人做袜子 做圣诞节装饰品 回到出口扒一件衬衫 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的时代 美国马上和你和好 马上说你是最好的朋友 懂了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科技创新 为什么要产业升级 要深化改革创新 习近平说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做袜子 做衬衫 做圣诞节装饰能挣多少钱 奥巴马曾经明确的说 如果中国14亿人像澳大利亚人 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的话 我们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 听明白了吗 在美国人的眼里 你中国人只配做袜子 做衬衫 穿破衣烂衫 骑个破自行车 过穷日子 然后做出东西给美国 所以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攻击 1995年美国学者格德斯通预言中国崩溃即将到来 2000年美籍华裔学者张家敦预言中国即将崩溃 2015年美国学者沈大为讲 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 除了中国的各种崩溃论 西方国家还充斥了大量的中国威胁论 现在为什么他们都骂中国的外交部是战狼外交 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变种 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占全世界的40% 全球还有200多个美军的军事基地 然后他说你中国是威胁 现在明白什么叫美帝国主义了吗 知道什么叫霸权主义了吗 在座的各位同胞啊 好好想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靠和平发展 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 只有中国 我们对外侵略了吗 我们有对外殖民吗 我们的经济靠对外掠夺了吗 都没有啊 在中国生活了31年的美国教授潘维莲 他说中国的军事实力可以平衡世界 是真正和平的力量 美国从50年代只会到处打仗 要知道啊 潘维莲在70年代时候 是美军驻扎在台湾的空军士兵 当时啊准备攻打厦门 央视有个纪录片 我放在视频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美国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 只有到中国这碰了好几次的钉子 当年啊 美国啊 扣押我们的银河号 敢炸我们的大使馆 你看今天的美国 他敢吗 明着不敢 美国就玩阴的 玩各种下三滥 他们利用各种非政府组织 用媒体不断的抹黑中国 妄图啊 在中国搞颜色革命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 给大家讲过好多次了 美国是如何通过所谓的非盈利组织 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 我经常拿出来给大家举例子的 就是臭名昭著的NED 也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大家对于这个CIA的白手套机构的行为 都已经有了了解 他们长年以来靠着民主基金会的伪装 给各国的分裂势力提供资金 还有技术媒体宣传上的支持 因为在香港事件中的恶劣表现 NED被我国政府直接制裁了 但是他们往中国撒钱的行为并没有停止 之前NED在官网上披露了 2020年对华的活动经费 里面包含了69个项目 总计投入了1000多万美元 要知道除了NED 类似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很多很多 NED只是其中之一 在他们的官网上 他们直接把新疆说成东突 除了新疆外 还有内地香港还有西藏 这是他们四个主要撒钱的方向 咱们先看看新疆方面所谓的投资 各种项目加起来大概是124万美元 项目都是诸如人权民主之类的 其实他们在干什么 咱们是非常清楚的 NED曾经多次参与煽动爆孔 还给疆毒组织示威会拨款 我给大家理一下美国这几年主要泼的脏水 2019年香港 当时满世界都是用香港来攻击中国 最终香港问题被中国政府逐步的解决 2020年开始炒作新冠源头 当时也是满世界说源头来自于中国 最终在世卫组织专家在今年年初再次进入武汉进行溯源调查的时候 炒作新冠是中国源头这个事就掩其息鼓了 而到了2021年开始热炒 中国的新疆有种族灭绝 而且是在完全无视新疆地区 维族平均寿命和人口双增加的情况下 硬说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 其实大家可以看 他们真的关心新疆人马 根本就不是 外交部在2月26日明确的说了 中方邀请欧盟国家驻华使节访问新疆 并且发出了多次的邀请 但是欧盟对访问一拖再拖 屡屡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甚至提出要见从事分裂国家活动的罪犯 发言人王文斌还说 欧盟国家让人感觉 就是如果不按他们的意志形式 他们就没有兴趣访问新疆 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为什么不敢去新疆呢 他们自己编造的谎言 他们会自己主动的去戳破吗 肯定不会 从2019年香港到2020年新冠 再到今年炒新疆 他们的水平是越来越差 现在直接就是我说你就有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说话 但是我说你有你就有 已经达到了小孩打架的水平了 另外除了新疆 NED还投资了西藏的多个藏毒组织 另外还有204万美元投到了香港 而NED在2020年投入血本的地方就是内地了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 除了上面提到三个地方 NED在内地的投入居然占到了2020年公开金额的一半 而这些用于干涉中国内政 渗透内地社会的项目 打着工人权益 妇女权益 人权等旗号 还拉拢所谓的公民记者 维权律师 宗教人士 还有各类的NGO组织 他们妄图借所谓的言论自由 进一步渗透和改变中国的舆论场 而更加讽刺的是 就在美国新冠疫情导致超过50万人死亡的时候 NED却在2020年针对中国内地的一个项目中标注 是用于新冠疫情有关的 说中国政府篡改了疫情信息 要通过该项目让中国政府负责 这个项目高达9万美元 另外还有一笔巨款 120万美元 用于在全球范围内抹黑中国政府 我国政府在2019年和2020年前后两次 制裁了这些美国的CIA的马甲机构 但是NED当时在去年11月30号 曾在官网上非常猖狂的表示 中国政府的封杀不影响他们对华的行动 大家要知道 他们对华搞渗透是一层一层的去渗透 资金会屡次的转手 形成一个产业链 每一层都有好处 之后这个钱再拿去用的时候 已经彻底的洗白了 所以他们的渗透变得更加的隐秘了 讲到这儿 我得告诉大家一个财富密码了 12339 有网站有电话 电话也是12339 这是国安的举报平台 举报成功 最高可以拿50万的奖金 再重复一遍 12339 大家请记好了 好了 这是本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雷格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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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